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1》 繼續問答環節 新的嘉賓是來自《要財政權》 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Rafi 你好 有想問Rafi快點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204-6566 電話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不如先回答家庭觀眾Mark的電郵 Mark問3323 中國建材 我想問你甚麼價位會比較安全 可否給他上網和指示位置怎樣去定 先看看3323現在股價的最新表現 現價是9.44% 升近1.17% 其實股價跌了不少下來 但中建材好像… 我見到你幾個分析員都不太建議買 是的 如果你的確 以基本面來說 中建材的確是比較媽媽的 所以變成你真的有沒有過 所謂的安全價位買 的確 始終股份基本面 看得不太好 安全的就不覺得 只不過如果你想進入的時候 純粹是薄一些短線的 可能反彈等等 為甚麼說基本面不是太好 因為始終大家知道 這刻整個水利業 其實不斷地說很多很多次 就是價仍然是弱 產能仍然是有過剩問題 這些是整個行業面對的問題 而本身中自己 更加之嚴重就是負債因素 因為如果以這刻 這麼多間的水利業股 算是最誇張的一隻 如果以負債比率 都超過100% 樓上有很多 所以這刻如果未來國內 都依然是下一個中性的貨幣政策 即沒有所謂寬鬆 或者鬆銀根的時候 可能對這些負債比較高的企業 都有個危險性在這裏 所以都害怕會有隨時有些爆 或者隨時有些雜資等等的可能性 所以以這些基本面來看 其實中演財真的不是太好理想 所以以剛才也回應過 如果以入市來說 就不算是安全的 純粹以一個博 可能比較短線的反彈心態 因為從圖會來算 至於人家說 都下了比較多的水位 下了九個嶺這邊的位置 近期好像是打了底 至於從技術方面來說 可能小鑽地搏一搏 即是靈音的反彈 都可以去試一試 但是剛才說到的 短線也來 還有建議駐馬 就不要說過大 因為我覺得這隻古人先提到 風險依然是比較高一點 而以圖會來說 究竟有甚麼位置要進去 其實現在大概九個半樓下 如果以一個純去搏技術反彈 或短線心態來說 其實我覺得這價位都可以去試 只需要訂下下面的位置 如果大約九個半樓下 即是九個半鬆一點的位置 買到的時候 初步趕回上網 上面的貪目機會成小 能夠突破搖爺天線之後 可以試一試大約十個六至十個八 這價位做回目標價 我都用這些位置大約一元左右 鬆一點做回目標價 反而下面來說 大約穿得之前低位大約九度 做回指示位 如果以幅度計 下面大約六毫子 百分比都有大約六至七百分 我以這一刻短線角度看 或者這隻股份的基本面來說 指示位相對比較合適 穿得的考慮先走一走 謝謝Rafi 也多謝Mark的電郵 想跟大家順便跟進一下 就是上來股 現在股價的最新表現是怎樣 看見 港幣上來升1% 28.3%升3毫子 另外中國建材升1.3% 續近9.45% 升1毫二 華潤上來升接近半個百分點 續近4.43% 升2千 另外中財股份升1% 續近9%升2千 另外金魚方面升接近2% 續近6.4% 續近1毫二 亞洲水泥跌1千 續近4.05元 升幅1千 續近4.05元 亞洲水泥跌1千 續近0.25元 山水水泥跌3千 續近4.43元 跌幅0.67元 另外西部水泥跌1.5元 續近1.35元 續近1.35元 續近2千 另外台泥跌1.1元 2.13元 續近2千 另外天水水泥跌半個百分點 續近2.06元 續近1千 大家都知道 由過去十二個月開始 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都擺放了城鎮化 落今年全國六大經濟工作任務 其中一個重點 其實想來猜 但价格相對來說 反覆一點 如果和重型機器版塊比較的話 其實你覺得兩者的受惠程度怎樣看呢 有沒有說哪些會突出一些呢 接下來可以 如果以整個擴測層面上來說 所謂推動一個城鎮化的因素來說 究竟對上來股 或者剛才提到另一個板塊 就是重型機器股 究竟有沒有一個幫助 我覺得憧憬是有的 始終你見到近期間 暗中都叫炒蓋兩轉 就是所謂炒蓋的衝景 但實質來說 我覺得比較有待觀察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不斷提到 所謂的城鎮化 如果以過往來說 可能中一些基建 中一些建設來說 可能對這些股份 真的有受惠性 但今年怎麼回來都提到 這一刻 所謂行鎮城鎮化 其實有少少的不同 以一個人為中心的城鎮化 變相都是想著重帶一些人 從農村出到城鎮裏 做生活等等的一個因素 反而不是著重的基建等等 所謂的城鎮化 所以實質的受惠性來說 自己的看法這一刻 覺得依然叫做半信半疑 不是太理想 但至於你以上來股城的板塊來說 究竟有沒有哪一種 都可以選擇的 或者可以考慮的話 其實這樣說 如果要選擇 其實依然是先回龍頭走 當然如果龍頭 大家都知道 不斷說就是海螺和中建材 但如果以兩種來比較 絕對這刻 建議大家如果要留意也好 留意海螺會好一點 就是914 怎麼會這樣說 因為如果以這刻 除了看剛才所謂的國策 受惠性 推動方向之外 其實另一個因素 我記得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這刻 國家的取向 因為如果以近期 不斷提到的 就是這刻 其實很多中央政府 都記得到 其實是某場上想以一個 整頓限先 就是規範某些行業 整頓某些行業 反而是想犧牲 所謂的增速 我以參考一個例子來說 其實可能以一個 近期大家也知道 太陽能股來計 很多國內的龍頭 譬如木石上德 或者之前的經歷來說 都露出了一個破產因素 變成以往大家覺得 龍頭可能不夠錢的時候 中央一定會夠這個概念 有些是扭轉了 這刻中央給大家的所謂信號 就是你雖然是龍頭 但如果你是太過資金緊 或者負責太過高 其實都未必會夠你 如果套回到水底股上面看 剛才提到的整個板塊 負責偏向都比較高 特別中央建材更加之是 以國內的品牌層面來說 其實中央建材雖然說是龍頭 即是規模比較大 但其實沒有什麼品牌可言 其實它本身旗下 是一些比較散 幾家所謂子公司的組合不是起來 反而海螺 就真的有所謂的品牌效應在這裡 所以如果這一刻 以國內的層面來說 或中央的取態來說 要選擇的或是要幫的 我相信如果真的要幫的 可能都是偏向那隻海螺會多些 反而中央建材最終差少說 真的未必會是太過著手的 所以以這個看法來講 建議選擇也是選擇一隻海螺會安全一點 沒錯 所以如果你看回今年以來的表現 海螺水來幾乎都不是怎麼跌 反而另外幾隻 譬如中建材、華螺水泥 都跌超過10% 好,謝謝Rafi 講完水泥股 繼續回答家庭觀眾的電郵 收到楊先生的電郵 就問一二三月秀地產 什麼價位可以買入 以及前景怎麼看 問一下Rafi意見 一二三月秀地產 現價是2.25% 升近3.6% 那這隻前景怎麼看 當然,如果以內房來說 或者月秀來看 前景其實都看得中性一點 不算十分之好 變相其實不斷建議大家 如果要買內房股 這一刻來計算 都是傾向比較東短線部署 不要拿太久 因為始終以中長線角度看 為什麼不是太理想 一來今年回來不斷看到 就是銷售層面上看 去年這麼強勁的時候 今年比較難有很大的一個增長 所以變相套到股價上 可能未必會帶到太多的性貨 這當然第一件事 二來的就是那個調控因素 雖然你見到近期不斷一些 所謂的新國安五條 或者很多的調控因素出來 好像對內地樓市都沒有太多的阻嚇性 但是始終從背後的場面來說 越是沒有阻嚇性 或者越是沒有打擊的時候 會迫到最終做一些更加重的招數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始終有這個所謂的少少隱憂 在這裏的時候 以這些取向來說 太過長時間去駕 的確不是太建議 但是剛才提到一點 就是這一刻 雖然有一些所謂的少少的調控政策 出來了 但是始終對個別的內房公司 好像過去這幾個月的銷程 都沒有太大影響性 甚至看到 可能月秀來說 今天都有新聞講到 未來可能下年都會在香港 是叫做公花一些 叫做樓市的一個銷售 即是叫做銷售 變相其實都想 記得到內地方面 都有一個打擊的時候 或者一個調控的時候 都會選擇其他地區 做一個業務的推銷等等 可能叫拉動到少少的 一個負面因素 或者幫到不少 所以看法來說 可能叫做短線 我覺得都可以去試一試 甚至以圖杯來計算 其實你說之前那陣的調整 落到大約兩元鬆小這邊位 我覺得調整的幅度 都比較深 或者比較舊 可能短線都要做一些反彈 所以現在這一刻 更加突破了二天線的時候 形態好像有少少的一個初步轉勢現象 所以看短線 有沒有機會在兩個二的位置 都想入 可以去試一試 初步的 以大概兩個四度 五十天線 靠近兩毫子的一個 暫幅 做一個初步目標價 反而下面來說 大概穿了兩個一樓下 才考慮到指示 或者減光離場 謝謝Rafi 也多謝楊先生的電郵 剩下時間 我跟Rafi說一下內地的勸商股 因為幾隻都爆升上來 看看股價表現 看到中國光大升6.5% 12.18元 升7.4元 升銀萬個升8% 2.56元 升1.9元 另外海通證券升4.5% 10.72元 升4.6元 國體公安都升接近8% 收報是3.11元 升2.3元 總算證券 都升接近5% 還有16.74元 升7.8元 另外海通證券 68.37元 都升4.4% 還有10.72元 怎麼看這些勸商股 因為內地媒體引述 已經有2000億人民幣的RQFF 準備重啟 報導指中正監 和外股局已經開始接受基金公司相關產品的申報 相信RQFF 對重啟 對A股來說是非常正面的新聞 以及可以幫助A股 是否可以加上動力呢 對 如果以這一刻來說 有這些消息或傳聞來看 的確對內地A股 平日了這麼久 的確有一個明顯幫助在這裏 因為本來實質來說 最終拉動到多少的資金流 或者多少地方都好 但起碼有這樣的方向 或者一個取態給大家見到 都有一個不錯的憧憬 這當然有一個大動 而且以來 始終你見到 今天的內地股市都成了消息 再加上剛才也見到 這一刻傳聞 內地A股 可能都要納入MSCI這個因素來說 內地的股市是做得比較好 變相內地股市好 自然直接看券商股 一定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帶動 所以變相幾多數合起來之下 令到內地的券商股 有一個這麼明顯的 即是今天的炒作上來 但至於真的 那個炒作性 難夠維持多久 或者看得多多 當然自己不是看得十分之悲觀 但始終也會有少許建議 給投資者 或者留意小事 就是今天這些 傳聞的炒作 究竟何時才成功 或者何時才推進得到 例如RQV也好 或者剛才提到的MSCI 即是A股納入也好 這些是看得到 未來各方是會做的 但問題就是時間性問題 究竟是短期裏面 還是比較今年裏面 還是今年以外 才有機會實行得到 如果以壓度上去看 只講回A股由MSCI的因素來說 其實今天都看得到 傳了之後 很多市場報道都看得到 暫時如果估計 這個納入因素來說 可以拉動到 大概2萬億美元 如果這個壓度 其實是非常誇張的 如果以這一刻 國內QV的壓度來看 只有2000億美元的時候 其實十分之一 即是不足以消化得完 所以今年裏面 能否完全推動得到 或者生效得到 有少少的疑問在這裏 除非你說 QV的壓度 真是很快地加大 如果可以加大得比較快 能夠消化完 這個剛才所謂的 2萬億美元的壓度的時候 可能才對A股 或者國別捲商股 有真正或者確實的幫助 所以現這一段來說 始終一切都是一個 初步的消息 傳聞的時候 叫做炒住先 或者比較叫做短線 薄反彈圍先會好些 但是太過 就是看得太過 是不是只憑這個東西 看得太過炒得太多 自己都依然有少少的保留在這裏 起碼我們不要那麼進取 或者都要看定些 始終一個傳聞 還未落實到 但是內地A股 今天表現都不錯 看看現在的表現是怎樣 上證指數最新升近27點 最近是2225點 升幅1.25% 護身300都在高台那裏 現在最新升近是39點 續近2504點 升幅1.6% 另外深圳城市 升幅1.4% 續近9010點 升幅1.23點 謝謝YVM 因為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要先報一下 剛剛提到顧芬你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那一節 還有我們問答的環節 有問題想問的話 可以繼續打電話和傳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2804-6566 還是地址是ask-bastron.com 稍後再見